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今次教大家做一個主菜 就是香草忌廉白菌會雞 兩個人吃, 加個飯或意粉就剛剛好了 首先, 先處理一下雞腿 先用少許鹽和胡椒醃入醃味 我們現在可以用中火燒熱的鍋 加少許橄欖油 接著就可以煎雞腿了 煎雞的期間, 我們可以蓋一蓋蓋 用熱力把雞腿煎到剛剛熟 吃起來也會更嫩滑多汁 煎雞的期間, 我們可以試試白蘑菇 我們可以把雞肉反轉 煎至兩邊金黃, 我們再蓋一蓋蓋 煎至大概七成熟, 就可以先把它夾起來 接著可以在同一個鍋裡, 爆一下洋蔥 再把蒜蓉加進去 聞到有香味的時候, 就可以加上白蘑菇 再把我們的雞腿可以這個時候回鍋 加上白酒 接著轉小火, 加上這個忌廉 接著加少許鹽和胡椒條的甜味 最後蓋上蓋蓋, 煮至收汁 然後加些香草, 就可以吃了 謝謝